午安 欢迎大家收看12月17号的百歌舞报 我是夏师 相信大家在近期都会看见 各家银行都出现了民众大牌长龙的场面 因为大马银行工会早前公布 从明年开始推出银行感应支付PayWave功能 所有的银行卡付费系统 也将开始采用输入六位数的个人密码PIN 来取代签名验证系统 所以民众从今天开始 就必须要把握仅剩的15天 到相关银行办理更新提款卡或信用卡 银行工会表示到了下个月 如果用户依然使用旧卡的话 可能就会遇到无法使用 包括无法提款的问题 此外为了应对民众忘记密码的情况发生 银行工会将提供民众六个月的缓冲期 去适应新的系统 也就是说明年7月开始 签名验证系统将会完全被淘汰 接下来关注国际新闻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 本约出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电话 特朗普更质疑 美国应否维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 昨天就回应此事声称 如果要推翻一个中国的原则 就必须考虑清楚后果 奥巴马指出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核心思想 中国不会好像处理其他问题一样看待此刻题 他认为中国的任何反应都可以带来非常显著的变化 另一方面 中美南海争端又在掀起了 美国国防部只说中国海军军舰日前在南海的公海海域 非法抢夺美国海军的无人潜航器 美方要求北京立即归还潜航器 举止美方已经就此事提出外交抗议 最后来关注体育消息 在迪拜举行的世界雨连超级系列赛年终总决赛 昨天完成了小组赛事 赛前被视为夺冠大热的大马一哥李宗伟 在小组最后一战历经三局 不敌丹麦猩猩艾瑟逊 吞下后对后者十次交手以来的首场败战 也在小组宣告出局 艾瑟逊则成功晋级半决赛 另一边的大马男双吴卫生宇晨卫强 则在小组最后一战以三局显胜中国的财标宇宏伟 顺利以正门身份出现 而他们在今天半决赛的对手 又是这一支以赴盟资格晋级的中国彩虹组合 双方连续两天再次对决 可说是冤家路窄 这场男双半决赛呢 预计在大马时间5月12点才会登场 今天新闻到此 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